严秘书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单 床单 对啊你们女生应该喜欢粉色吧 反正我们男的喜欢白色 我现在有床单 不用你们 不是给你的 是给其他女的 那个她让我帮她布置一下房间 我这不是不太懂女生心思吗 就来问问你 不会有什么亲戚吧 姐姐妹妹之类的 不是啊 她跟我没有学生关系 对啊 我没有学生关系 女的 对啊 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我自己想办法吧 Lay Dale 哎呀总算收拾完了 今天这么早回来 有的时候把这桶的笔子拿出来 我不是说我要帮别人布置房间嘛 我就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给她咯 你让别的女人住在我家 哎呀就住几天嘛 你别那么小气嘛 我不要听她 不是 哎哎哎哎 严秉书 哎哎哎 严秉书 别冲动 那个有事好商量嘛 商量 因为我家床的时候跟我商量 哎哎哎等等 你要一定想开吧 也行 但是你得答应我 你不能哭 我哭 我哭 那本来是给你惊喜的 现在变成惊吓了吧 那你做的一切是不是为了给我惊喜啊 根本就没有女生要来家里 呃那倒不是 给你惊喜是真的 有人来也是真的 这个点 它好像快到了吧 哦到了 不是哎哎哎不是不是也没耍气 不是别别别别 这个人你你你你惹不起啊你 哎因为我是惹不起的人 哎 哎妈 我就说你惹不起吧 你拿着锤子干嘛 哦那个我两头维修家具来着 嗯妈你这么来了 我都走了那么多天了 你们一点好消息都没传过来 这进度也太慢了 我要过来监督监督你们 不是你现在来也不跟我说 你跟他说干嘛 我 哎这小号跟我半个儿子一样的 我跟他说跟你说不一样嘛 我跟你说 杜国只是个假男朋友 像你这种临时加戏的 得加钱 哈哈哈哈 这可是阿姨装能从老家带来给你的 这什么意思啊 阿姨这里面 这里有红枣花生桂圆莲子 泡水喝就行了 啊 这什么意思啊 没品 细品 啊 赶紧赶紧 咱们按流程来 一步一步 第一步就是一起打游戏 没想到你这种直男人 是有仪式感的 咱找个流程 找不起谁呢 凡事不都得按流程来嘛 来开机 十八 哎对了 你帮我从冰箱拿点可乐 月更多好 哦 不是 正在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怎么了 今天来我们来这 是不是为了玩的过瘾 对吧 哪有玩游戏 一个小时就结束的 那多不过瘾啊 那继续吧 看你能多有耐心 LATER 严 严美主 怎么了 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 我陪你打了三个多小时的游戏了 怎么了嘛 咱们来这不就是打游戏的吗 我人在这 你不陪我玩 你一直玩游戏 电竞酒店 那电竞的意思不就是打游戏吗 那还有酒店两个钟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玩累了就洗洗睡啊 洗洗睡去 好 我现在就洗澡睡觉 这咋还急了呢 啊 完了完了完了 咋的了 我我引擎眼镜被冲走了不见了 不是就这事儿你在那影响我刷图 你是大型小怪的 我禁忌四百多度你不知道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啊 我看你趁早就去做个精神手术吧 你这带引擎眼镜真麻烦 那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了 也不能陪你打游戏了 下一个流程是什么 啥流程 你早点休息吧你 那你叫我给你来的是干嘛的 我 我 我这不是找不到人陪我打副本吗 不行啊 你别让我逮到机会抱歉你啊 我 那个 那个 我接个电话 喂 啊 我跟我兄弟在电影中间打游戏了 我今晚就不回去了 哎呦 这是跟哪个小伙子打视频呢 还背着我 你跟来干什么 这是谁呀 你要我跟他说两句 你你确定 你当着我的面泡尿 我还不确定 喂 你谁呀你 你不知道他结婚啊 我打老婆 你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吗 妈你不是 哎 哎 哎我还没看清他长啥样呢 啊我我让你看看 对学妹就这么长 你可太聪明了 上班时间就在一起玩手机 迪哥哥都没事做了是吧 哎 你跟我来一下 知道了 等我带我回来找你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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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很帅 给我你炸腿 不是这 哎这上班啊这不好吧 还有你少喝那个冰的对身体不好 要你管 你们刚才那迪布城呢 我们 也没啥 没啥 刚才那个小王是你学妹吧 你们自己打的活着吧 哎呀你想什么呢 我们就是打了打游戏 我发誓啊 你们玩啥游戏啊 也带我一个呗 就是这个 但是你现在玩吧 也玩 你要不还是玩点别的吧 我那个先去忙工作了啊 学妹你来我一下 学长你好厉害呀 等会儿带我打高级 没问题啊 好 妈 你 找我办公室 你下次能不能别当着我学妹的面跟我这个态度啊 给我点点面子行不行啊 有 你这是怪我舍了你面子呀 那个 这个咱输给你这个事有点丢人 那个你看能不能就不要在办公室就是 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七夕了 嗯 长方范长推出了一个姻缘系统 到时候跟谁配对你自己看着办 啊 理解理解理解了解了解了解 你懂的 我懂 还有 以后不许跟其他女孩在玩游戏 特别是你们的学妹 哈哈哈哈 公司新来那个女生是我前日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知道你还招 城市这么大 能在同家公司遇到出缘分啊 哎呀我跟你讲这人不行 你赶紧把她辞掉啊 你这么知道她不辞 你对她万一像这么生的 哎那当然生了 分手的时候她可狠 哎呀我建议你赶紧把她辞掉吧 哦知道了 但是工作会工作 我留她可能是有安排啊 哎呀对了你赶紧去粉丝资料啊 又还要开会呢 哎呀 累了 呃这个是会议机啊 你把它转成垫子的 待会给到我 待会要用啊 哎呀 不是 哎呀这一点小事你都拿水洒了 你在干什么的 你凶我干什么 你以为我跟你谈恋爱呢 这是工作 赶紧想办法吧你 分手了 你连最基本的绅士风度都没有了吗 我不想跟你计较这些 你赶紧想办法 不然赶紧拿脑膜抹过去 自带我都看不清了 哎你在这 刚刚那个会议机要给我一下 我现在要认了 呃这个 有点小意外 刚开完会了 你都保管得好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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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不是我弄的 呃是她弄的 什么呀 刚不是你在房间 哎 我这不是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咱俩没事 哎不是你最好听我解释 不是明明是你弄的 你为什么要甩锅给我 我是女生就不能让着我爹 这么多年怎么一点都没变啊 我跟你讲 我又去揭发你了 你不也没变 还是会那么差 浩总这个合作鞋就看得亲自了 麻烦你看一下 啊 呃 浩总你不是个小学生吗 他是公司老板 你不知道吗 呃 呃 笔都没开 那个你先去吧 我跟你分手之后 也没有混得很差 只是我这个人比较低调 你先好好工作吧 我待会再给你布置别的工作 哎呀 颜秘书还得是你啊 这真的是帮我出了口恶气 谢谢你 如果你真拿着毛板 他不会找你求复活吧 哎那怎么可能呢 再说这种事过八隐就完事了 你赶紧把它开掉吧 哎 哥你找我啥事啊 哦对了 哎 我二十二岁是 不是这太突然了吧 哦对了 现在 要不要继续扭扭扭扭扭扭公司的事儿 你除了啥 哎 我二十二岁生 你